拒绝盲目跟从 坚持圣经公义 这是激进改革派基督教频道 门徒频道 欢迎大家收看《门徒头条》 我是Howey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除了要赞好我们的Facebook、VV、IG 之外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和Patreon 今天是2月23日 礼拜五 礼拜五很少会做直播 因为每逢礼拜五晚上 我都要和同工录音 门徒公义节目 不过今天 都比较有些东西想说 所以就做了 所以今天都会特别提早 待会大概6点多 休息一会儿 我又要再去录音 这样大家都知道 我昨天去了《啤梨晚报》做嘉宾 接受林康正的邀请 我做完之后 有一些朋友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上了《啤梨晚报》 原来他们都是《啤梨晚报》的听众 我说有 我有 我在IG 在Youtube 发了个post 说我今晚要上去 你自己不看 没所谓 你没看直播 其实你也是看重温 现在回到Youtube 你也可以找回昨天的两段影片 我也多谢林康正的邀请 亦都再次有机会 即是在《大飞行天下》的频道 可以介绍《门徒媒体》之后 亦都多一个 很多人去收看的网台 即是有个这样的机会 能够去介绍我们《门徒媒体》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其实为了昨天的节目 也预备了几天的时间 其实《康正》也挺好的 即是他提早了两天 告诉我 将会第二节 就讲什么 例如问问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基督教的话题 去分享等等 所以也有足够的时间 让我去准备 反而最困难就是第一节 因为通常第一节 就会去讲一些 即日发生的新闻 说明是即日发生 那就没办法 告诉你 我们将会明天说些什么 他不是先知 我都不是 没有人知道 第二天会发生些什么 那就有点点 所谓考天才 不过好在 康正经验丰富 也带着我一起去讲 所以昨天我看到第一节 也反应不错 因为其实 挺好的 他有一个大的电视机 立刻会显示直播的画面 包括那些即时的留言 其实我都说过 我们将会在四月底 五月头 就会搬迁 希望到时有一个大一点的地方 以及可以设置一个好一点的直播场地 所以其实昨天去到他们的直播室的时候 都其实偷私 就是参考一下一个比较有规模的网台 其实那个设置是怎么样 昨天都非常好 我都叫做偷到私 对于未来我搬迁 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心里面也有多一点的概念 就是留会想一下 如何可以将来做得更加好 因为现在我石门这个地方 如果你现在画面那里 你是没办法想象到的 其实是非常简陋 真的完全简陋 如果你来过我们参观录音 你就明白我说了些什么 大家有时间 可以再待会看完这个直播 或者重温之后 去回昨晚的《啤梨晚报》那里 我看回第一节和第二节 我做嘉宾那两节 事不宜迟 因为今天都比较讲时间 我们先来一些宣传 大家看看荧光幕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关于基本法23条 我们发起了一个要求暂缓 23条立法的联署 一个基屋图的联署 大家现在去到我们的网站 Facebook Miria IG等等 你都会看到 其实内容 在我们之前都以门徒媒体的身份 去送了保安局 但这一份声明 主要是公众的立场 你是基督徒 或者总之是基督宗教徒 就是天主教也好 东正教也好 等等 你都可以参与 当然我也明白 很多人会觉得 今时今日 政府摆明 你怎样反对 一定都通过 这个我完全明白 但我再强调 我们做这件事 是表达我们真的不同意 在现在这个阶段立法 以及看到这个资深文件 是有很多问题 我们觉得需要搞清楚 之后 再去想下一步 这是表达我们所谓不同意的立场 当然 可能 官方最后就说 不是啊 我听不到任何反对的意见 我只听到所有人都是支持 同意等等 所以 我就是做这件事 就是要告诉大家 不是啊 至少我们这一批基督徒 是反对的 是要求暂缓的 就是我觉得 是做了自己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邀请各位 可以去参与这个联署 去到下个星期 去到28日 就是他截止期 那天为止 然后我就会将他连同签名 在当日 就会电邮过去保安局 去表达我们的立场 这样 这个就是第一项的宣传 然后第二件事 未来这个礼拜日 下午三点钟 我们就会举行门徒弄谈 今次的题目 时代弄谈 淡湖教会实录 就会由小弟去主讲 我就会分享 究竟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这一份 这么有历史的基督教媒体 它是如何去偏袒 包庇 教内那种的不义 其实昨天在 《啤梨漫步》的时候 我都有少少扣露过 不过今次这个论坛 我就会再去详细 去演绎 去解释 希望大家到时 三点钟一样 都去我们的YouTube 我们会有直播 当然 如果你错过了 我们也有重温 OK 最后一个宣传 门徒小队 在下个月9日 便会速队探访 港岛区的路缩者 晚上7点半 在炮台山集合 天后 唐炮台山 唐炉 唐炉湾 和王丽聪隧道 尤其是王丽聪隧道 因为大家都应该记得 在上个月 在上个月的时候 有几个学生 去滋扰 当地的路缩者 淋水 淋汽水 等等 我们也会再次去到这条隧道 再去关注 现在的情况是如何 他们还有没有被人搞 等等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时候 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 Facebook MeWe IG等等 你会看到有个Google form 填了资料之后 便会有人去联络你 希望在9日的夜晚 就可以见到大家 好 先回来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宣传 就是呼吁大家课金 因为 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 就到月底 我们二月份 有两个课金的目标 但到今天为止 还有一大段距离 包括我们的营运月费 现在为止 还欠一万六千元 还欠一万六千元 另外 我们四月底五月头就会搬 我们需要一些费用 到现在为止 还欠一万八千八百元 这里总共都是三万四千多三万五千元 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 你可以扣个Payme Paypal 或者转做快 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 今天有三个题目 要跟大家讲 第一个 就是说美思 大家记得 在月头的时候 美思来了 香港 不过就没有上场 之后所有官媒 就一面倒 在这里 骂他 那么 有一个基督教所谓学者 叫做梁殷成 原来上个星期 他有一条短片 其实不是短片 而是一个网上的讲座 竟然批评美思 也算了 很多人骂美思 但竟然形容美思 是像 《圣经》 启示录 在末世 那条龙 即是敌基督 竟然将美思 比喻为敌基督 接着 也将 邓紫奇 即是说 在表演赛 押后出场 各位Dram 比喻到是上帝猜派来的天使 哇 这个真是离了大谱 这个就是第一个会讲的题目 第二 就是要讲一位 叫做 谭永康传道 他有一个绰号 就是港版的霍金 因为他和霍金一样 都是患上一个 同样的先天病 是全身痰瘫 在礼拜二的时候 他就主怀安息了 最后 亦都讲一下 最近 在面书 基督教圖的圈子里面 会热议的题目 就说 据文 有一个做了二十多年 就快退休的牧师 被教会 发现他抄砸港章 结果就被炒了 我会讲这三件事 事不宜迟 先讲第一件事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创办人 梁燕成 在上周五 在他们的YouTube频道 发表了一条影片 题目就是 末世的天事 与妖邪 从美斯与子旗说起 他一开始 就说 现在的体育 真的很商业化 其实我第一句 我就受不了 其实你看这个题目 你就知道 他想骂美斯 而你又知道 梁燕成的政治立场等等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但他第一句我受不了 现在的体育界 当然是商业化 这个都要骂 这点有什么好骂 讲真一句 搞体育那些 搞球那些 全部不可以赚钱 做球王 或者做球星 或者做体育选手 全部都不可以接受赞助 不可以做广告 是不是这样 讲真 有什么好骂 第一句我已经受不了 我先继续下去 他就说 美斯身为球王 他身价非常高 但是 在月初那场 就是国际迈阿密 对香港的表演赛 竟然不下场 而完场之后 又不出来安抚球迷的情绪 也不向群众揮手 又不肯和特首握手 而在香港期间 全程是黑面的 怎知隔了几天之后 他竟然在日本那里可以上场 还可以打 30分钟那么多 哇 表现真是辛龙活苦 那就证实他没有受伤 即是说 在香港说脚痛是说大话 就批评他表现傲慢 自大 不单只背弃了合约 而且羞辱了中国和香港人 而他又引述一些建制派的评论 就说 其实华尔美斯背后 是有西方力量在操控中 是想配合英国、美国 最近打击中国 想藉着他特意不出场 就在球场那里引起暴动 就算引起不了暴动 最低限度 都可以羞辱了中国和香港 引发两地人民的不满等等 你讲到这里的时候 首先我讲清楚我自己 对于美斯的立场 正如我前几天的直播所说 我都不相信美斯真是脚伤 因为解释不了 为何他完全在香港期间 不出席任何公开的活动 如果脚伤的时候 为何不出来说几句话 也不接受奥奖等等 当然我再加上他前段在微博那段影片 我更加相信他纯粹对于香港政府 李家超这班官员的不满 所以才有这个表现 纯粹对于这件事 梁英成他所说的 大家可以选择双送 或者不双送 就是刚才他说的那段 所谓立场的事情 因为我都明白 有些球迷可能真的买了票 哇 成几千元 你不上场 我为了你而来 是愤怒的 就是我完全不明白 所以如果纯粹就是 刚才梁英成说的那段话 大家可以判断双送 或者不双送 但问题就是 跟着下来这段的话 我真的觉得完全离谱 梁英成说 美斯是具备全球性的威名 但他的表现是任性傲慢 背弃了这个合约 也不理会爱慕他的球迷的要求 在这里羞辱中国 羞辱香港人的尊严 他表现出末世时代的霸权势力 就好像圣经启示录十三章十五节 所描述 那只任意而行的末世之寿 这里我觉得 你见到梁英成 是黏了线的 真的 就算你说 多不满意 美斯那种不上场的作赛 不相信他 事后所说的脚伤 什么内肌肉炎 那些东西都好 你这里竟然用 他美斯就好像 启示录讲的那只 七头十角兽 这个时候我觉得 做这些评论很辛苦 我是不是要很认真 很正经去分析 美斯不是启示录讲的敌基督 如果真的这样说 我都觉得自己很疯 因为这些评论正常人一听就知道 梁英成乱说 那只兽 难道美斯就是敌基督 因为启示录的七头十角兽 就是说敌基督 就是与基督作对的 是会迷惑全世界的人 是强迫他们向他下拜的 如果不向这只兽下拜 就会残杀了他 但是那个 所谓七头十角兽 只是一个象征 是说可能在末世的时候 会有一些政权 有一些国家 是说这件事情 不是exactly 是说一只野兽 不是说什么狮子 老虎 不是说那些事情 而且美斯只是一个 球员 明星 球王 什么都好 他有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是可以令到全世界的人 都向他下拜 不向他下拜的时候 就会被他迫害 甚至会失去一条命 梁英成是否疯了 如果你要配合 某一些官媒的说辞 要去攻击美斯 但是 那件事情 真的完全是胡说的 是胡说的 美斯绝对不可能是敌基督 你看到这个人 所谓学者 但已经完全出卖了他的良知 出卖了他作为基督徒 那种的良知 亦都出卖了他作为一个圣经学者 那种应该有的水平 这个完全是一个学棍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神棍 是完全说得到就说出卖了 但是 这个 不算是最离谱 因为同一篇的 道里面 这篇的影片里面 他除了说美斯之外 他亦都是说邓紫棋 阿詹 他怎么说呢 那我就读出来了 他就形容到 当一个现场球迷都非常愤怒 空涌 澎湃 澎湃 去到最高峰的时候 邓紫棋 就压续出场 就用他真诚的送养 带着泪水 以及喜乐的灵 就高歌奇异恩典 全场就由愤怒转向平静 接着他就再唱一首Gloria 用西班牙文唱一首Gloria 以上帝荣耀的爱 医治创伤 唱完之后抬头向天祷告 全场就感动欢呼 接着他就说 启示录中固然有技术任意而行的兽 但同时 末世也有上帝的工作 以及公义的审判 邓紫棋 阿詹 就好像天使一样被猜牌到 中国和香港人之中 以诗歌 吐告 喜乐的灵 去扭转妖邪势力 带来的羞辱 伤害 忤怒 对立 和分裂 就好像天使 带来上帝的信息 医治人的伤痛 保护人 免受苦害 你看到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梁殷成 他完全是 精神有问题 是幻想的 完全是妄想的 喂 很简单 因为场球赛完了之后 那些不满的人 那些很生气的人就走 不等你什么歌手 什么压组登场 就这么简单 喂 你看到现在的镜头 在YouTube上找到 在看台 座位 也有一半人已经走了 那些不满 愤怒的人 走了之后 剩下的那些没那么生气 所以就继续听歌 究竟阿詹能够 作为抚平 那些什么愤怒 怒气 有什么关系呢 我必须和梁殷成说 邓紫棠的英文名字是阿章 不是阿章 是的 英文名字 不要读阿章 你读错了 不是读阿章 是读阿章 我经常以为 我的英文够差 原来梁殷成的英文 比我更加差 读阿章 就是 称呼一下邓紫棠 阿章 都读得出 而且 这个人老作到一个地步 我再读一次 邓紫棠的出场 是带着泪水 和起落的灵 就是 如果你说 看到 邓紫棠 流眼泪 这个 你可以观察到 那你怎么观察到 他带着起落的灵呢 就是 难道你是 是灵阴派来的 你是能够 检验 人身上的灵 好像 港鬼师傅 李錦斌一样 可以看到他身上有什么灵 我现在看到他原来有起落的灵 在他身上 喂 人家身上有没有起落的灵 你也看到 这么厉害 还有 就算说到 现场 唱完首歌 那些人真是欢呼也好 拍掌也好 但是 那天那些人真是不满 那些球迷真是失望 离开了之后 都要在这个消卫会投诉 你唱了首歌 改变了什么 没有改变过任何事情 如果唱一首歌 改变了这么多事情 接着整个月 就不会有铺天盖地 那么多人继续闹 不要说到太大 说到 邓紫棋是什么 上帝所派来的天使 那么夸张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上帝就真的没有什么用 派过天使来 都搞不定你这帮香港 中国的官员 那些是怒火 还要闹了整个月 那么多 上帝真的很没用 如果邓紫棋 真的是上帝所派 派来的天使的时候 是不是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这个梁殷成 就是乱共来的 就是完全乱共来的 说完梁殷成 之后 就说谭永亨 谭永亨 其实他是 香港主因堂的传道人 在这个礼拜二的夜晚 11点多 他就主怀安息 很年轻的 就是他享年29岁 那谭永亨 其实他在六个月大的时候 就证实患上了肌肉萎缩症 即是和霍金一样 是全身都痰瘫 就只有右手三只手指 是可以勉强去动的 所以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以来 他都要和所谓不治之症 是搏斗的 那么 谭永亨 或者叫他去亨存道 因为我们叫他 叫他去亨存道 亨存道 其实在中大崇基学院神学院 畢了业之后 在上年一月的时候 他就加入了主因堂 这间主因堂 其实也是很著名的 他就是由李武范牧师去创办 李武范牧师最著名的 就是照顾香港的老粤年长者 他也开了一间护老院 其实他的主因堂 主要也是去照顾 关顾一些长者 年长的送徒 他在去年的时候 也过了身 而亨存道 由去年一月加入到现在 都是刚刚一年的时间 其实李武范牧师在几年之前 退休 交了给林郭章牧师 去接盼做堂主任 不过 林牧师在去年的时候 也移民了去加拿大 所以在大概半年前 也交了给亨存道 负责去打理主因堂 而亨存道 因为这间教会 他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就是照顾一些所谓有需要的人 例如李牧师 他一生也是照顾一些长者 他开始老人院 做很多护老的服务 而林郭章牧师 大家都清楚 他最著名的就是照顾老宿者 他以前每个星期都风雨不改 就会去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园 甚至跟老宿者一起睡过夜 林牧师移民了去加拿大之后 亨存道就接盼 就继续 林牧师照顾通州街老宿者的工作 他每个星期都会去到公园 买些食物 买些粥 去到当地派发 去慰问 他们 当然 亨存道就没办法 跟 林牧师一样 在那里过夜 因为他身体的原因 没有可能 你也没有可能这样去要求他 但是 他这样的状况 他都能够坚持 每个星期去到 那个地方 探访老宿者 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 也都因为他作为传道 他愿意去走这一步的时候 令到其他弟兄姊妹 都去 是不是 他坐着龙耳都去 没理由我 不去 所以他也是能够 带领到 所谓关怀 通州街老宿者 的工作 所以整间教会 都对亨存道 是很爱惜的 我还记得 他们去年 我记得几十周年 他们搞了一个陪领会 又搞了一个很大型的崇拜 是错爆了 错爆了 我那一早去到 我都几乎找不到位 你感受到 上台发言的那些长老 或者一些教会的领导 都是很爱惜 亨存道 相信他能够继续接触李牧师 甚至林牧师的工作 但是 想不到 这件事很突然 而我最后一次见到亨存道 其实就在上个月 说了这么久 我说漏了一件事 其实我本身是认识亨存道的 很奇怪 不知为什么 我和这间教会 是有点渊源的 说真的 因为我很少和教会打交道 你都明白我什么立场 甚至连我自己舞会 我都整几年时间没有回去 因为都免得了 说真的 但是 唯独和主因堂 的渊源很奇怪 不知为什么 我几年之前 我第一次去接触这间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门徒小队 当时做了一些露宿者的工作 因为 逢星期六 有一间餐厅 会供应一些物资给我们 当时我们同工在想 会不会 星期六下午 可以将物资 在附近一个地方放下 令到餐厅那边 不用说 逢星期六 晚上要派人来交修等等 我又找到 原来最近 我们的集合点在天后 我找到 原来在天后 最近有一间 叫做主因堂 所以 我很冒昧地 接触这间教会 当时李木凡牧师还未退休 还在 所以我认识到李牧师 然后 那几年之后 怎料到林牧师做唐主任 林郭昌牧师 本身我和他熟悉 竟然他担任了这间教会的唐主任 跟着林牧师他去了加拿大之后 我亦有几次 叫做接触过 亨全道 畢竟我不是说 常常去这间教会 我印象当中 亨全道是很聪明的 我和他交流过一些教会的事情 他对于我们门徒媒体 是很支持的 因为他曾经借过一些 借过场地 给我们搞一些活动 其实 不是那么多 香港的教会 愿意和我们门徒媒体 有所谓的接触等等 大家明白 因为我们以骂教会 注称 这样的 关系非常差 但亨全道是很欣赏 很支持我们的 甚至我们在去年 搞一个活动的时候 他也愿意借过场地 给我们 兼且他还在 他还在 有份参与我们的活动 非常难得 甚至乎 我也曾经就着 去年 崇道卫里联合教会 抢桑事件 也有一些交流 因为刚才也提过 他是崇基的 兼且原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 曾经在崇道卫里 做过一些实责 所以也 了解里面 有一些情况 所以我在去年 去评论 这宗抢桑事件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些 亨全道提供了一些很宝贵的资料 给我 其实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就是在上个月15日 就是在说白警案 因为那个白警案 就是在上个月开審 上个月15日 应该是第5日的零送 我在湾仔区域法院那里 我就见到他 是的 我就见到他 他也是全程在旁听 完了之后 我们当然会去聊聊天 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你今天会来 他就说 他是知道 因为 第一天到第4天 好像没有什么人来旁听 他知道了这个情况 就会觉得 原来没有什么人去关注 那我就来 就是表达 是有人关注这件案件 再加上他本身 因为每个星期 都会去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园 探望露宿者 所以他觉得 亦都需要去做这件事 所以其实也很难得 因为好像他身体的情况 其实出入也是很不便的 甚至去洗手间 都需要有人去帮助 但他都愿意 因为关怀露宿者的缘故 去到湾仔那里 那里 这个就是我 最后一次去见到他 还有他 在我们临到别之前 他都说 希望今次这个法庭 有一个公正的裁决 其实这宗案 4月30日 就会双方做结案陈迟 接着就应该等法庭 法官的宣判 我觉得很可惜 当然 亨全道没有办法 可以等到法庭的宣判 但我想我也会 见证着白警案的宣判 也真的 我和亨全道一样 希望这宗案件 有公平公正的判决 我希望这件事 即是亨全道 在他离开了 但我们都和他一样 继续去看着这宗案件 好吗 好 最后 说完这件事 就可以完结了 就是说 所谓 有一位退休牧师 就涉嫌抄责 港章 结果 就被教会 立即炒人 这件事 我们首先 看一看 螢光幕 故事 就是这样 话说 中国神学研究院 前副院长 江披胜 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在他的面书 和管理的专业 发布了一个帖文 就说 有一个服侍了教会 超过二十年 就快退休的牧师 最近有一篇讲章 就被揭发 我原来抄袜另一个牧师 就被发现了 教会的管理层 开会讨论之后 就决定要立即炒 就问 如果这件事件 发生在你的堂会 或者中派 而你是管理层主席 你会怎么去处理呢 好 我们先回来 喝口水 因为有时一个人 说话 说几个字半个小时 都是颈寒的 或者会口缸的 我希望 例如 将来搬遷了之后 有一个新录音的地方 又可以多一个主持拍档 跟我一起开麦 所以就更加好 不用每一次都是一个人 说到口缸等等 OK 这个帖文 以及在他的专业 发布了之后 其实这几天 我看到很多 网上 主要都是面书那里 有很多不同的教务 或者说 送图 去讨论这件事件等等 我呢 其实 不是去讨论 我这次不是去讨论 究竟 这个牧师 应不应该被炒 或者他抄责 港章 这个行为 正确不正确 又或者 当他被发现 去 揭发了的时候 作为教会的管理层 是不是应该立刻 炒一个快退休的牧师 动机 居心等等 我不是讨论这件事 我主要今次 是要讨论 抗批成 这个人 我说明 我是非常 讨厌这个人 好听点 这个人 就是所谓 奥斯福 老海鲜 不好听 其实这些是教会的屎屎鬼 苏来 如果我去批评一个人 我通常是用他的言论 或者一些行为 举个例子 好像梁殷成 你这样说这些是错的 再加上你之前所说的什么黑白武斗 完全都是颠倒是非的 又说六四没有发生过 我就可以 骂你是一个 根本是一个 艺君子艺 艺宋徒神棍等等 我多数骂过的人 都是以他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去判断他 但是对于抗批成这一类人 我纯粹因为我对于这类人的性格 他的人品 我这方面批评他 他是我所讨厌的人 为什么呢 我先给大家看第一件事 刚才提过 江披胜有一个管理的专业 叫做送养在公共 你看到内容和刚才他自己在自己Facebook所post的东西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 有一件事是很不同的 就是最后 大家再看看最后那里写着什么 他将这个贴文 关闭了留言功能 而在他关闭了留言功能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十几个人留言回应了 他连这些回应都隐藏了 那你做什么呢 你一方面就出一个post 问人家你对于这件事件 怎么看有什么意见 你一方面就不让人去留言 这些是什么玩法呢 我想说 这些是什么人呢 我想说 我是不能够去理解 我再给大家看一件事 他不让人去留言 但他自己在贴文中留言出多了一件事 他自己说 设计 揣测该教会的动机 抑或在未掌握该事件充分资料之前 立刻严厉批判该教会在事件的做法 是毫无意义或不负责任的回应 用我再重复一篇问题 如果这发生在你堂会或中派 如果你又是管理层的主席 你会怎样去回应 我们先回来 我在这里 我就直接说这个干批性 绝对是一个老屎屎 是屎屎鬼 也是只有香港的教会 香港的基督徒 才有这样的表现 首先第一就是 大家刚刚看完这个post 之后 你知不知是在讲哪间教会 和讲哪个牧师是被炒 是没有披露过的 是完全没有讲过的 我看完整个面书 其他人对于这件事有份去讨论 或者是share 低声道好东西 还出了一篇文章去讨论这件事 但第一就是究竟有没有发生过 这件事都没有人知道 江碧成抛一件事出来 讲一个议题出来 究竟是真还是假 如果真是真有其人 或者真有一间这样的教会 那你先说出来 是谁 而全国的基督教会 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是相信真的有的 也不会去考验 或者去问江碧成 究竟你讲哪个牧师 哪间教会做这样的事情 也没有这样的教会 或者被炒的牧师 出来去承认这件事 你怎么知道是真还是假 而不需要讨论真还是假 就立刻大家就去 很热烈地讨论 对啊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要这么说 其实在一些情况之下 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们会所谓保护当事人 不披露他的姓名 或者背景 这个明白的 我做传媒 我都曾经去处理过这些事情 如果在有需要的情况之下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绝对没有了 你现在说的事情 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你要说才行 江碧成就不说这件事 而其他讨论这些教目送徒 又不需要去考究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了 这件事是只有在今天 香港的基督教才会发生的 你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 其他人第一个 就像刚才我问这些问题 那你在说哪个 哪间教会 哪个牧师 为什么等等 这件事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我讨厌江碧成的地方 第二就是刚才提过 你在一个专业那里 你抛个问题 要人去发表意见 谁知道你又关闭了 不让人留意 你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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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方面叫人 大家怎么看 欢迎留言 你一方面我又关闭了 不让任何人留言 或者我回应了 然后我又隐藏了 你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而这件事 也是只有香港的基督教会 你会做什么 这么自相矛痛的事情 你在另一个地方的基督教 你找不到有这么低能的事情 我想说 第三 也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件事 就是说 他说 大家不要揣测 究竟这个教会 或者管理层 或者这个主席的动机 千万不要揣测他的意图 那你说清楚 如果你知道的时候 你是不是讲究竟 为什么这间教会 基于什么原因 现在炒了 一方面你又不讲 第二方面 你就说 大家纯粹回应 我怎么回应你 你多给我一些长程 你又不给我长程 就纯粹说 总之我们不要揣测这个动机 也不要估计 为什么这间教会去炒它 你纯粹告诉我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教会 你是那个主席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处理呢 那你说多些东西 你说也不说 接着有人直到去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又不知道背后的黑环 发生了什么事等等 我怎么去回应呢 好了 我要揣测了 那我猜 是不是呢 因为呢 他就说退休了 我用这个理由炒了他 那我就可以省一大笔的 退休金 或者长期服务金 然后江碧石就说 我们不要去揣测 这间教会 或者这班管理层 或者这个主席的动机 你纯粹告诉我 如果这件事发生 你是教会 你会怎么做 你是不是愚蠢的 江碧石你是不是愚蠢的 任何人去面对这件事的时候 当然会想一下 究竟这间教会在做什么 有没有可能做这件事 那这个当然是揣测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 因为你没有长情给我们 连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而我有合理的理由 在说你们全部的假消息 而如果真的发生一件事件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说 或者你告诉他 某一个中牌 什么牧师 哪篇讲到 谁被人抄袋 什么都不说 我就是合理理由 你根本是说谎 什么都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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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记不记得 在2020年的时候 当时的香港教会网络 是发表了一份福音宣言 香港福音宣言 2020年 而江碧石就是二十几个发起人之一 过了一年之后 被这个文汇 大公指责这个香港教会网络 是宣布 说他们是一个什么 反对国安 触犯国安的组织 然后两位的发起人 包括王牧师 和杨牧师 结果流亡了去海外 杨建强牧师 后来就在英国病逝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 江碧石做了些什么 江碧石就说我从来不是这份宣言的发起人 是这个教目网络自己搞错了 把我的名字放在这个名单当中 当了我是这个发起人 而我早就跟他们说了我不是 我跟陈一鸣说了我不是 但是他打了一整年的时间 没有把我去删除了一个名字 一年之后 然后陈一鸣搞到要出一份声明 就说对不起是我们自己的疏忽等等 江碧石 如果你从第一天开始 你不是这份宣言的发起人 你怎么可以容量自己的名字 在这个宣言那里整年的时间 就是到你看到王牧师 你看到杨牧师出事之后 跟着你割借 就说你从来不是 只不过他们肯定加我的名字 我一开始就说我不是了 删除了我的名字 会不会整年都删不住 你看到当时这么多的报道 郊内也有 郊外也有 这件事发生了整年 就算说陈建强 不是 就算说陈一鸣或者教务网络 真的太忙了 没有去删除你的名字 那你自己可以在面书 在你自己的IG 或者在网络宣布我 从来不是这种发起人 你可以做这件事 如果原来对方的教务网络 陈一鸣不做这件事 你就不能出声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不可以说大话 骗大众 所以你是有前科的 你是一个说大话的神学研究院副院长 还是忠臣 所以为什么在这件事件里面 你突然之间发了一个post 没有名字 没有说到哪一家教会 说他无端有一个目者 已经复赐了二十多年 抄责港章 现在就被人炒了 什么都不需要说背景 我有合理的怀疑 觉得这件事其实都不是真 如果不是的时候 你就公布 然后告诉我们 究竟是哪一家教会 哪个牧师 或者哪个牧师的讲章被抄责 又或者如果你说 有某些缘故 你不能够公布他的名字 要隐藏的时候 那你要解释 为什么要隐藏 现在这几天 你在香港那里 是引发了基督教圈子 很大的讨论这件事 讨论二十三条 就不见那些人 这么多去讨论 讨论这些无离拉胃的东西 就个个争着去说 就是今时今日的香港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是神经的 讨论这些无聊的东西 二十三条更重要 就是这件事更重要 你回答我 一定是二十三条更重要 但是也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你说我对于政治没有兴趣 我对于政治没有兴趣 我喜欢这些juice 那麻烦 你也要肯定这件事是否真 麻烦 如果一件假的事 全部是炒车的 是全部炒车的 你们懂不懂 要去问江碧盛 究竟是真还是假 是哪个牧师 哪间教会 连最基本的事 都不懂得问 接着就很开心地讨论 低声道还写文章 去讨论这件事 是非对错 什么层次 A层次 B层次 你讨论些什么 分分之是假的 大哥 这件事 麻烦 有些水种 行不行 我完全觉得这件事 是完全疯狂的 说今天香港怎么搞 没有一个正常的人 尤其是江碧盛 说真的 好了 要休息一下 今天到这里 不过晚一点 又要录音了 免得拆了一把声 说真的 总之 最后的最后 呼吁大家 二月 只剩下最后一个礼拜时间 我们今个月 课金 还有两大需要 希望大家帮帮助 帮帮忙 好 今天就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请大家继续支持门徒媒体 透过 payme paypal 转数快 课金给我们